好,那么看一下,上一节我们给大家说了,我们最终讲完这个FastDFS之后,我们需要去自定一个文件存储类,在这个文件存储类里面,我们重点写了一个方法,叫做Save,让江沟呢,我想让江沟呢,保存文件的时候,他呢,去调用我的这个Save方法,把这个文件呢,在这个方法内部呢,我们把这个文件呢,给他上传到这个FastDFS里面,现在关键点就是把这个类我们也定义好, 好了,你怎么让江沟呢,上传文件的时候,能够调用你的这个类呢,进行文件的一个处理啊,进行文件一个上传,那么在这里面呢,我们还要再给大家说一个配置项啊,那么这个配置项呢,他就叫做DefaultFileStorage啊,这个呢,是我们status里面的一个配置项,点进来给大家看一下他什么东西啊,Default,那么在这里面DefaultFileStorage啊,你在这里面看到, 找到这个啊,DefaultFileStorage啊,你看他呢,默认值是什么啊,江沟.call.files.storage里面的FileSystem啊,这就是我们给大家说的,你默认上传文件的时候呢,他就是用这个类呢,来进行处理的,对吧,这是他的默认的一个配置项啊,我们要想让江沟呢,能够调用我们自己写的类,你就需要呢,去修改这个 配置项啊,修改这个配置项,把这个配置项呢,去拿到你的这个,DefaultFileStorage的Settings里面,然后在下面呢,我们加写上这样一个配置项,好,在配置项里面呢,我们就指定,我们的这个文件啊,这个文件呢,就在我们的,Utils,下面的这个,FDFS,对吧,FausDFS里面有个,Storage啊,Storage,点,点我们的这个, 类名,对吧,就是他,就是他啊,直接把它,拿过来,然后呢,放到我们的,配置文件这边,哎,找到他里面,哎,就是他啊,这里面呢,就设置啊,设置,那么,江沟啊,江沟的,哎,文件,存储类啊,文件存储类,那么你这样设置完之后呢,你上传文件的时候,江沟呢,就会调用你这个类里面的,哎,方法呢,叫你这个类里面方法啊,OK,那么,把这一步做完之后呢,哎,我们的这个类也, 写好了,好,下面呢,我们呢,就可以呢,对照我们图上面的,这个,哎,在这里面呢,通过后台管理页面,我上传一个图片呢,哎,试一下啊,他能不能把它,传过去啊,能不能把它传过去,好,那么,在这里面呢,哎,我们就找一个啊,看一下我们的这个,商品模块,然后在商品模块这边呢,有一个叫,哎,models,对吧,models里面呢,我们看哪里呢,用到这个图片,你比如说这里面,商品类型模型那里面, 是不是有一个图片,对吧,哎,这个图片,我们之前给大家讲这个模型类的时候啊,我们说这个,阿波罗的图,你随便写啊,就可以,因为我们不用它啊,这个呢,是给这个,默认存储时候呢,使用的一个,参数啊,我们在这边,有了它之后,它里面有一个图片,我就可以呢,把这个模型类呢,哎,注册一下,我们上传一个试一下啊,就在这里面,找到这个,我要从这个类里面,把这个类导过来啊,from我们的,goose,点,models, import我们的goose, type,然后在这里面,the main,点,set,点,reject,把它注册一下,goose,type,好,注册,注册之后,我们下面呢,登录一下,后代管理页面啊,登录之前呢,我们先看一下这个,里面啊,看一下这里面,改没改,哎,把这个都改完了,对吧,改完了之后呢,下面我创建一个管理员啊,我先停一下这个东西,我创建一个超级管理员啊,python,manager.py,creator,superuser,superuser,superuser, ok,admin,哎,这里面,啊,已经有了,是吧,已经有了,我们都不创建了啊,好,在这里面,直接启动,啊,启动中呢,我们就登录啊,run server,好,启动中呢,哎,登录我们的管理页面,我在这里面,敲了一个地址,是这个,admin,对吧,admin啊,admin,ok,这里面,admin,啊,这个,密码,ok,这时候过来了,我是不是注册这个类的吧,然后点进来, 点进来之后呢,这里面呢,这是哪一个,这里面怎么有这个内容呢,好,你不要管它啊,那么,有这个内容的话,我在这里面,我上传一下啊,比如说我再上传一个新的,对吧,现在呢,你看到我这里面有两个,一个是海鲜水盏,一个是这个,新鲜水果,那比如说我再上传一个啊,看一下我们的首页,哎,找到这个127.0.0.1,哎,这个,steleg啊,steleg下面的这个,index啊,我们看它的类型,类型里面是不是还有个猪牛羊肉,对吧,我在这里面,我去加一下这猪牛羊肉啊,在这里面点击增加,我们写一个, 这个种类名称,哎,就是我们这个猪牛羊肉啊,猪牛羊肉,OK,这是它,然后呢,这里面还有一个标识,这个标识对应着谁呢,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,models里面的,logo啊,models里面的logo,logo呢,就这个标识,我们说这个标识呢,在我们添加这个数据的时候呢,它呢,不是一个图片,它其实呢,是一个,雪壁图,对吧,你在这里面是不是通过class控制它显示哪一个内容,对吧,所以呢,我们最终啊,在数据 表里面,我们保存的,我们写的是一个,字符串啊,就是,保存这个类,到底是什么啊,这个类到底是什么,这里面呢,就是这个,meet,对吧,所以我在这边,我加的时候,应该写上一个,meet啊,meet,OK,然后呢,再往下啊,在这里面,那么,现在呢,选择商品类型的图片,这个图片呢,我们要选择一下啊,就在这里面找到我们这个图片,那么,找到我们的这个,哎,里面啊,找到我们,我看一下这个,是在我的这个, DJ下面,DJ下面呢,有一个,有个,这里面,哎,这里面呢,找一个图片啊,我们直接去我们的项目录下面找吧,DJ下面BJ18,里面呢,有一个DFresh,DFresh下面有一个Static,哎,里面有个,里面对吧,里面下面是不是有这样,有这张图片,这就是,对吧,这就是这个,猪牛羊肉的图片啊,这就是这个猪牛羊肉的图片啊,那我在这里面呢,我就可以呢,去,选择它啊,点击打开,这是不是选择了啊,对吧,下面你要做的就是点击保存,你注意啊, 你只要一点,你保存,你将够呢,就会调用你的这个,哎,类啊,你,因为我们在这边呢,已经通过这个,Satis呢,做了一个指令啊,将够呢,就会去调用这个类里面的,save方法呢,帮我们去保存一个,文件啊,保存一个文件,那么,然后呢,我们去看一下啊,我们在这里面,我在这里面,我点击保存的时候,OK,哎,这是不是成功了,看到没有? 成功了,我点击这个猪牛羊肉啊,你点开之后,看一下啊,这里面说了什么,对吧,save class of storage must provide URL method,对吧,所以呢,你在这里面,其实呢,你点过来之后呢,它刚刚虽然能保存成功,但是我点进来去查看这个数据的时候呢,它还需要一个方法,这个方法呢,叫做, UIL啊,UIL呢,哎,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,UIL,哎,它里面的这个,东西啊,然后在这里面,我们找到我们的这个啊,把它回来,回到上面啊,文件存储类,然后呢,这里面呢,是我们的这个Storage,哎,看它里面的这个, UIL啊,Storage,我们在这里面,自定义这个文件的存储类, Storage,我把这个链接啊,还是直接打开我们这个链接,在我们这个上面呢,有一个对应的链接,那么这个链接呢,就在这里面,点开它,点开自定义文件存储系统,然后呢,在这里面看一下这个,找一下这个,UIL,哎,看到这里,对吧,这里一个UIL啊,点进来看UIL什么意思啊,UIL,那么,找到我们的UIL, UIL呢,你看,返回UIL,通过它可以访问到内蒙所以用的文件,对吧,内蒙所以用的文件啊,那么,这不是什么意思呢, 其实呢,它在这里面显示的时候呢,它就需要你定义这样一个UIL函数,那么,这个UIL函数呢,我们就需要呢,在我们这个类里面呢,去,定义啊, Define UIL,然后呢,写上一个,Name啊,这个Name呢,将过在调用这个UIL函数的时候呢, 它给你传过来这个Name呢,就是你这个,哎,就是你数据表里面保存的那个,内容是什么,我们保存的是不是它, 对吧,哎,这里面就是返回啊,返回,我们在这里面,哎,返回,哎,访问,这个,UIL,哎,访问,访问啊,文件,那么,它的一个,UIL,路径,哎,路径啊,你比如我在这里面, 我们直接返回一个Name啊,我们看一下啊,直接是Return一个Name,我就直接把这个Name给你返回,我看一下能不能显示啊, 像我们这里面呢,我就在这边直接呢,刷新一下,刷新完之后呢,我再点击过来,哎,是不是过来了,看到没有, 这里面是不是出了这个东西,这时候保存完之后,它给你保存在表里面的内容, 对吧,哎,所以呢,这一部分内容啊,就是它帮我们保存在表里面的内容啊,那这一部分你注意,你点过来,现在是没有的啊, 那么,既然保存在这一部分内容,下面呢,这是文件的ID,我就可以呢,去取一下这个文件,我看一下啊, 像我们这里面,我复制这个链接,然后在这里面呢,我就直接访问我们的NGX啊, 直接根据我们的这个图,我访问一下这个NGX,然后把这个文件ID跟在后面, 我看能不能拿到这个内容啊,直接呢,就是172.16.171,是不是这个888, 然后把这边往这一放啊,把这边往这一放的话,你在这边,你一敲回车, 你看到这是不是文件下载了啊,对吧,他把它下载了啊,就是因为我们实际在保存在表里内容的时候, 后面的这个后缀名是不是没有,哎,后面后缀名没有啊,只有这一部分内容, 那么我们怎么去,哎,看一下这个文件到底显不显示呢, 在这里面啊,我们可以呢,在我们的性态文件夹下面的新建一个测试文件, 比如说我就叫做Static,在这个Static里面呢, 我定一个标签,标签呢,写上一个Imagine,ImagineSRC呢, 我要给他指定一个地址,指定谁呢,我就写上这个NGX的地址啊, 172.16.179.131,冒号,8000,对吧, 然后呢,斜杠,斜杠后面写什么呢,我就写他,哎,你写完他之后, 那么我现在一闲这个页面浏览器是不是会请求这个地址吧, 请求完之后呢,他把这个内容NGX给他反过回来, 他就会给他解析为一张图片啊,那么这一部分的话, 我们就看一下啊,在这里面,访问我们的本网站的啊, 这个127.0.0.1,下面呢,有一个Static啊, Static下面呢,我刚刚创建了一个Test.itml,好,回事, 那么,不是,不是啊,哎,看一下我这个服务啊, Test.itml304,看一下我这个Test的这个页面啊, Static下面的这个Test的页面,我看一下这个内容写的是他, 对吧,哦,888,啊,888,啊,我说呢,888,对吧,啊,888, 然后在这里面呢,直接敲这个页面啊,好,回事,哎, 是不是显示了,看到没有,这里面说明我们是不是可以从文件上把这个文件拿过来, 对吧,并且我们这个图片内容呢,也是保存成功的啊, 也是保存成功的啊,OK,那么刚刚呢, 我们就给大家说的呢,就是我们这个,哎, 使用我们自定义的这个文件存储类, 它就可以将我们的文件呢,上传到FastDFS里面, 并且呢,我们在页面上呢,也是可以呢,进行一个使用啊, 进行一个使用,好,那么你知道他之后啊, 现在呢,我们说最终你注意啊,就是在我们说, 在这个图上面呢,我们说最终如果呢, 用户访问一个地址的话, 它对应的这个页面上,如果包含这个Image标签的话, 你的SRC,你是不是应该都渲染成这种地址啊, 对吧,那么前面呢,是不是要包含这个NGX, 它的一个IP和端口啊,对吧, 那么,你知道这个之后呢,下面我们就要给大家说一下, 就是为什么我们前天,我们在写这个时候, 我们说我们要加上这样一个点, UL啊,注意,你在这里面, 如果你不加这个点UL的时候, 你直接点Image, 它给你最终替换后的内容是哪一部分内容呢, 就是你的这一部分内容, 就是你的这一部分内容, 它前面,最终替换完之后, 它是不是根本没有这个NGX的IP和端口, 所以呢,我们要给它加上, 加上的时候呢, 你一点UL, 它就会去调用我们这个类里面的UL方法, 那你注意我在这边, 现在我这个方法返回值是不是只返回一个name, 这返回name呢, 其实还是只返回这个文件的ID啊, 所以在我这边, 我为了让它能够使用, 我要在这里面给它加上NGX的一个IP和端口, 对吧, 斜杠172.16.179.131.8888, 然后斜杠, 对吧, 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个name, 是不是就有了这样一个路径, 对吧, 这个路径的话, 那我们在这个文件里面, 你一调用, 这个路径给你返回来, 是不是返回值替换到这个地方, 对吧, 最终替换到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, 可是浏览器呢就会自动访问它, 是不是把图片就拿回来了, 对吧, 这是我们URL函数的一个作用啊, 一个作用, OK啊, 那么,